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看《道路》 《道路》 当时彼得拒绝接受这个服事 他说耶稣万不可帮他洗脚 但很快的彼得屈服了他给耶稣洗脚 各位 现在是我们从耶稣这种异常的行动里 吸取教会的时候了 既然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 这样能力和权柄就必须被使用来真心谦卑地为人服务 而这种谦卑应该是耶稣追随者的标志 在历代愿望 伟论说当耶稣用手跟束腰吸门徒洗脚的时候 他要藉此洗脚门徒心中的纷紮 贼道和骄傲的罪污 就比洗去脚上的尘土还要多了 就门徒当时的心情来说 没有一个人已准备好与基督交通 在他们未达到谦卑和仁爱的地步之前 他们不配吃玉节的晚餐 并参与基督一章设立的纪念礼 他们的心必须被洗淨 骄傲和自私的心势必造成教训 耶稣在洗他们脚的时候 就将这一切都洗掉了 他们心情已经起了变化 接下来我们看他再回来的保证 有福音十四章三节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耶稣即将离开世界的宣布 令门徒们感到不安 究竟耶稣要去哪里呢 耶稣说耶稣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当时耶稣立即向他们保证 今次的分离不是永久性的分离 他一定会再回来 带他们到他预备的地方去 今次的告别会是很艰难的 耶稣要死了 一旦复活 他只会和他们同住四十天 然后他会升天 当那个时刻来到的时候 使徒们会知道 回来并不是最终结的 耶稣还有工作要做 做完之后他会再回来 耶稣从不说谎 他答应了回来 他就逼定会这样做 很快我们就能够和使徒们 一起欢迎迎接耶稣 并陪伴他进入他在天国 为我们准备的地方去 下一个题目 《我就是道路》 让福音十四章五节 多玛对他说 主啊 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 怎么知道哪条路呢 当耶稣宣布他要走的时候 理得闻到你要去哪里 不久之后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我往哪里去 也知道哪条路 对此 多玛回答说 他们还不知道耶稣要去哪里 所以他们也不知道那条路 耶稣要去哪里 到那里的路线又是什么呢 在二汉福音十三章三节 耶稣说他要到腹那里去 耶稣自己 就是我们能够去到腹那里的道路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如果我们效法耶稣 而走在这道路上 我们将会越来越三地了解真理 当耶稣刺备我们永远的生命时 我们将能够面对面看到天父 耶稣是上帝最清楚的代表 耶稣的所作所为 和他为我们而死而表现出的爱 正是腹的品格为爱的准确反映 第二个分筹说到真理 我就是真理 耶稣说我就是真理 耶稣说我就是真理 耶稣将真理和上帝的三个维格联系起来 真理是来自天父 而耶稣就是真理 保卫斯是真理的圣灵 真理与人类无关 他是一个来自上帝的概念 相信我的真理不会改变我 当我们相信那真理 才会更新我们的灵命 获得永生 因为绝对真理不是一个概念或理论 而是一位神 就是耶稣基督 现存的一切都是被耶稣创造的 并依赖耶稣就是真理而存在 耶稣驱慎了虚假和困惑的黑暗 使我们能从正确的角度看待一切 通过耶稣 我们能正确地诠释我们周围的世界 最后题目 何处可以走到真理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七节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之起 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耶稣是真理 但他已经不在世界了 那么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真理呢? 就在圣经里面 因为耶稣自己说过 他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 再前往以马五师的路上 耶稣重申了教育圣经的话 以便他的两个门徒 能够理解他的使命 在《史诚传》第二章 彼得以圣经经文为基础 来介绍耶稣 保罗和《山药》的其他作者也是这样 因此由于有了《山药》圣经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教育圣经 由此可见圣经是一道光 让我们看到通往真理的道路 我们感恩有了它 我们的宇宙自有意义 我们只能够理解上帝的存在 我们知道我们的起源 圣经也帮助我们理解 那等待我们的光荣未来的关键 在历代愿望违论说 通往天国的道路 并没有多条可行 人不可任意选择自己的道路 基督说我就是道路 欲不值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自从上帝第一次宣讲福音 就是在伊甸园 声称女人的后裔 要相射的头的时候起 基督就被高举为道路 真理生命了 阿当在世的时候 基督就已经是道路 阿伯将被杀的羔羊的血 献给上帝的时候 就是预表教属主的补血 基督就是众先祖与先知 礼得教的道路 他亦是我们 直以到达上帝面前的唯一道路 愿我们选择以耶稣作为我们的道路 带你我们去到天父面前 好了我们今课 这条结束 我们下一课再见 拜拜